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由阿如所写的三十三世纸上书《方位凡间卷》三十一 她是千红院的如烟姑娘,看着地上那个被绊捆的女子,紫西总算找到那诡异的熟悉感是哪里来的了 之前去逛千红院的时候,紫西曾经误入不让外人进入的那院 后来听人说起才知晓,那个院子里关着的都是新来的,是在接客前要被调教的姑娘 透过门缝,看到正被人拖拽拉扯的人儿正相间半路,还有一颗红色的肉质 还未带她想要上前一探究竟,便被文讯赶来的老宝找借口给支了出去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撇,但是紫西确信自己没有看错,就是之前那个被关在屋子里的如烟姑娘 她不是狐狸精,是千红院的如烟姑娘,这摆明了就是有人要故意陷害国舅 堵定的语气,紫西转过头对着紫玉,说话间就要拉起她的袖子上前去主持公道 可是还未等她上前两步,便感觉后颈处已到大力 昏沉之间,来不及看清是谁偷袭,便失去了意识 将公主带回去关起来,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任何人靠近 计划突变,紫玉也是临危不乱 她迅速将紫西打晕,交给早已埋伏在人群里的自己人 一行人配合极好,在一片热闹中,紫西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 而留在原地的紫玉,上了原本计划中作为关键证人的紫西 只得将计就计,将眼下的戏再做得逼真些 她走到人群前面,看着地上那个睁着大眼 被自己承诺过事成之后就给予自由的女子 沉舍吩咐道,来人,点火,将这狐狸精就地烧了 烧了,烧了,烧了 这等狐妖,留不得啊 做得好,快伤了这狐狸精,为我成鱼除害 为成鱼除害,为成鱼除害 群起激昂,百姓的呼声已是越来越高 而地上那个狐狸精早在发现情况有变 想要挣扎逃离时,被盗掌模样的人一掌披晕 眼下身子明软,被人架在柴堆之上 再无半点反抗之力 但火光吞噬了如烟的群角 人群中的紫玉暗了暗神色 对着身旁的人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处理好后续 便趁着热闹离开了 虽有意外,但眼下死无对症 紫玉觉得,此番他们的胜算更大了些 想到此,他赶忙抬脚 往硬王府的方向走去 王公里 我在宋玄仁的怀里 小九半闭着眼睛 听着男人用温润低沉的好听声音 给自己念着画本 因为心疼小九的眼睛 两人便达成协议 小九每日里少看一个时辰的画本子 由宋玄仁抽出半个时辰的空鞋为他念 试验三两天后 小九发觉这是一个十分受用的催眠法子 每次不等宋玄仁读完 很快便能沉沉睡去 而且一夜无梦,十分香甜 宋玄仁放慢语速 目光落在怀中此时头正一点一点 显然快要进入憨眠的人儿身上 那修长白皙的脖颈 迷晃晃在他面前 像是在发出无声的邀请 低头,细命的亲吻 印上那扰他神思不安的脖颈 懒人呼吸交缠的温存 显然并不能满足 但是想到太医对他怀孕前三月的叮嘱 宋玄仁又是硬深深按捺住心头的渴望 在念念不舍的牺牲过后 将已经睡着了的人儿放平 许是有孕的缘故 小九这些日子十分适睡 将这人儿土天安放好 宋玄仁起身 等在外间的大内官上前禀告着 王军 叶将军到了 在殿外候着呢 照看好王后 本王句句就来 走出内殿 温柔如水的目光 随即被监狱所取代 这一次宋玄仁发誓 即便是豁出性命 他也定要将小九护得周全 王军的意思是 要属下林业调清兵 将王宫包围起来 听了宋玄仁的话 易清廷颇有几分亚义 在此国泰明安之际 他实在没想明白 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对 越快越好 清廷 这慕宁宫 本王要你亲自镇守 无论是谁 不可出 亦不可进 你可明白 是 末将领命 服从命令 是将士的天性 即便心头有太多的疑问 易清廷还是干脆用下 不多言 如同往常一样 给宋玄仁留下职的信任的背影 而不多时 易清廷很快便领悟了 为何宋玄仁会有如此举动 除了王军的清兵 就连百年都鲜少移动的死士暗卫 全数出动 卫得便是守住慕宁宫 守着那个被全天下人所不容的妖后 再得到承安四方账笃定的答复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 挥手抬眉之间满是胶着 从袖中取出一枚信物 交给身边的侍卫 快去将老太师请出山 请进王宫 以仁儿对小九的重视 太后没有半点可以劝阻地把握 唯有请出早已告老还乡的老太师坐镇 但是一想到他们的皇室血脉就此被妖孽所染 就痛心疾首不住啼哭道 作孽啊 作孽啊 这让哀家百年之后 如何向先王和姐姐交代 母后莫都怒 母后放心 管他白小九是胡是妖 儿子都定当竭尽全令 为民除害 扶着太后的胳膊 将啼哭的母亲拥在怀里 宋玄映的眼底是一闪而过的狠力 不知道她同承安国五皇子的计谋 进行得怎么样了 按照之前的打算 现在在国舅府出了一只真真正正的人形狐狸 还有将军夫人作证 这下怕是那个白小九有一百张嘴 也要说不清了吧 而除掉白小九 不论宋玄人是大义灭亲 亲手除了妖后 还是嫡子不从 网顾刚常护着妖女 都是她宋玄应取而代之 趁虚而入的大好机会 这成余国本就该是她的 她才是那个更为民正言顺 成为王军的人 故步的更生路重 太后一行人连夜下山 往王宫赶去 可是到了王城才发现 宫门居然被封了 重兵把守 竟是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作孽啊 人儿真是糊涂 她请往护天下苍生 也要护着那妖女 不惜毁了我们成余百年的记忆啊 初吻回不了宫的消息 太后是又急又怒 气急之下 直接晕倒在原地 宋玄应将太后交给随事照顾 听说崇安国的五皇子 一直在偏殿等候 便步履匆匆 避开了众多耳目 往后愿走去 书和 计划可曾进展的顺利 向墨子玉的身后瞧了瞧 公主呢 紫西作为他们这场计划中 最有分量的目击者 只要从他的口中说出 定能提高可信度 近时即便是宋玄人依旧坚持 作为他左膀右臂的叶青体 也会与之生了嫌隙 气话有变 紫西认出了我们安排 假扮狐狸精的女子 在他反应过来前 我将他打晕 让人藏了起来 紫玉上前一步 附在宋玄应的耳边 将后来他们是如何将那狐狸精烧死 又是怎样煽断百姓情绪的种种 回味道来 高 牧兄实在是高啊 名义使然 天义使然 这一次 竟是连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听完穆紫玉的话 宋玄应是连连竖起大拇指 回来的路上 他也好奇 明明是深夜 大街上却热闹得如同白昼 原来如此 不过王宫里的那位 他也是不好对付的 早在我们计划实行之前 我瞧着一经题 便被宣禁了王宫 眼下宫门紧闭 将士环绕 想必也是提前做了部署 无妨 那宋玄人越是如此 便越是心虚 你想啊 他如此颜色和缝地将人护起来 可不就坐实了那白小九有问题吗 一代妖后 以我成语而言 定是万万不可相容的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就看他宋玄人要如何去选了 宫门紧闭 一边是铜墙铁壁的铠甲将士 沿着以带 另一边是聚集越来越多的百姓 叫嚣着要王军处理妖后 报成于百年基业 而被挡在宫门外的太后一行人 则临时支起了帐篷 汇集着愁容不展 闻幸而来的安国公和老太师 糊涂啊 糊涂 王军是老夫一手带大的 谁曾想 居然为了一个妖女 做出这般欺世灭族 治天下百姓于不顾的糊涂事 老夫愧对先王 愧对我成余的列祖列宗啊 老太师已年近古兮 早已归隐田园 享受天伦之乐 谁曾想在当下这个太平盛世 居然出了这样一件荒唐事 一路从家过来 老太师本还不愿相信 那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王军 则会做出如此离经叛道之事 可是到了王宫门口 看着聚集的百姓 还有冷面的铁甲将士 他才不得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说到此 老陈已是难辞其咎 安抚老太师坐下 得知消息后的安国公 便是一脸愁容 又悔又怒的安国公 显然更是悔不当初 之前王军让老陈收小酒 那妖女为义女 老陈应该先去调查仔细 而不该听之任之 郑重的妖女的诡计 安国公平日里带小酒 也算是疼爱有加 但在国家大义面前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当今母于天下的王后 居然是狐妖所变 更莫论是狐妖的腹中 还怀有他们成余的黄嗣 乱了黄师的噱头 安国公和老太师 也不必自责 眼下王军被那妖狐迷惑住 不是我们旁人能所左右的 惊醒过来的太后冷静下来 我们要想办法进宫 让王军将那妖狐交出来 给重与百姓一个交代 让老夫去 老夫今日就算是豁出性命 也定要与那狐妖 同归于尽 老太师年事已高 但依旧一腔热血 太师请留步 在老太师掀开帐篷 这要向外之急 一道声音将他留在了炎地 是宋玄印 太师留步 在太师进宫前 学生有几句话想说 双手作一 宋玄然摆出千功的身态 但眉眼间 却是隐藏着的狂妄和狠力 王军同狐妖感情甚度 若是太师有办法 让两人心生嫌隙 想必事半功倍 此行定当凯旋 学生不才 学生认为那狐妖腹中的胎儿 许是突破口 文言 太师面有不欲之色 但还是耐着性子 听闻宋玄印的话 宋玄印和宋玄然年纪相仿 老太师是王军的老师 自然也是面前着人的 只是从小开始 老太师不喜这个 好大喜功 且骄傲自负的皇子 想那取而代之的心思 招人若揭 老夫自有打算 扶了玉秀 老太师大踏步而去 小九这夜一直睡不安稳 待梦言醒来 下意识向身旁寻觅温暖 一摸却是空的 王军 小九揉着眼睛坐起身 掀开颈背 摸着黑就要往外走 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外面都被包围了 我们出不去 但外面的人却一直要进来 丑死人了 是大内观的声音 不但小九出声 又听见墨云道 我家娘娘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是妖怪呢 他们一定弄错了 你们在说什么 推开门 小九伸折请衣 设置脚站在二人面前 王军在哪 我要见王军 你怎么来了 手这样凉 我陪你再回去睡会儿 嗯 为何你不同 我说外面已经闹成那样 王军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小九 交给我来处理 本王会好好保护你 相信我 嗯 王军 我不是妖怪 你信我吗 我信 你是我成余国的王后 我宋玄人的妻子 则会是妖怪 将小九揽抱进怀里 轻抚着仁儿的侧脸 宋玄人出声安慰着 王军 那就让小九去和天下子民说清楚 好吗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听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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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de 砂 Sims 本身 吻 冒 冒 冒 词 冒